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正是这样才显得你我勤奴 纸蓝 你演得真好 就跟真的一样 我都被你感动了 你再演一遍给我看好不好 愿日月继续他们的周游 好让我们再厮守三十春秋 可是 近来 你是这般的 郁郁寡欢 失去了救世的高兴 我相信你的话发自心田 可是 我们往往自食其言 志愿 不过是记忆的奴隶 真是 总是有始无终 虎头蛇尾 像未熟的果子 密不树梢 东青 怎么这么多兵啊 一周红烂 放心 不会有事的 离去之条 旭门替我们种下冤猛 愿日月继续他们的周游 好让我们再厮守三十春秋 芷兰 可不错 进来 你是这般的郁郁寡欢 失去了你旧时的高兴 好叫我心里 为你拒忧 可是我的主 你不必疑虑 女人的忧伤 像她的爱一样 不是太少 就是超过分量 你知道 我爱你是多么深 所以 才会有如此的忧心 越是相爱 越是牵肠挂肚 正是这样 才显得你我情浓 还不仅仅 你们家阿姨 都会相信 要不看 这种忧心 我就是 大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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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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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青 胡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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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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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了 我没事了 芝兰 看到芝兰没有 芝兰 我要去找她 对啊 胡翔 少奶奶 咱们现在的赶快离开这儿 快走啊 不行 我要去找她 看影响走 胡翔 不能扔下她 冬青 冬青再来 快走啊 快走啊 胡翔 快走 冬青 冬青 快 冬青 快走 冬青 快走 冬青 没事就好啊 我就怕贾巨父居心不轨啊 好了 别送了 你和吴侠也累了 早点歇着吧 爹慢走 嗯 采叔 今天的事 不要让爹知道 我不想他担心 少爷你放心吧 我亲里有数 就让他担心了 你要去哪儿啊 我先回来 我先回去 你不能出去啊 冬青 你为什么不让我出去啊 你们说纸兰被人救走了 可是那时候我怎么没看到 我不能把芷兰一个人 扔在那个地方 万一他出了事 愣据表无假 我和财叔都看见 芷兰的同学 把他救走了 真的 相信我 而且我估计 他们要对付的不是芷兰 他应该不会有事的 为什么一定要杀人 为什么一定要流血 我好担心芷兰 无想 相信我 我了解芷兰 他是一个聪明人 会保护自己 他不会有事的 你别瞎想了 这样明天一走 我们就去找他好吗 终长 一切都顺利吗 基本上都解决了 不过还跑了几个 我已经派人去了 他们跑不了 这次我们在北平 算是名声大胜了 不知道 这纵长 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其实啊 什么学生 什么乱党 我都不在乎 我就是要借着学生 要让北平有头有脸的人 都看看我贾巨富的厉害 贾宗长果然高明 告诉你们 今天 我还有一个特别的收获 是 要得理自己 每天都是 每天都要进行 你 你 都在乱党 又在乎 你们 还是 你 不要 你 你 陈副官 你这是什么意思 大少爷 少奶奶 今天恐怕你们哪儿也去不了 爹 芷兰他绝不是 您相信我 芷兰他绝不会是乱党 爹 不管芷兰是也好不是也好 当务之机 我们应该先找到人再说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 那天在军政府里我就料到 贾军府不会这么轻易就放过我们的 这不明白的 他是吓好了烫 等着咱们钻呢 可芷兰怎么办 说到底 她是吴侠的妹妹 爹 芷兰年纪还小 不懂事 不过他绝对不会是乱党 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 救救芷兰 你要是撒手不管 芷兰这一劫肯定是逃不过了 我知道 都是我不好 是我连累了您 连累了东青 连累了霍家 但是 爹 我恳求你 一定要救救芷兰 就是下辈子让我为霍家做牛做马 我都心甘情愿 爹 吴侠是我妻子 她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就想要去 我自己拯救芷兰年纪 可是这一次 我的确是爱莫能助 我不能为了一个只来 毁了我们货家的基业 你明白吗 你不要怪我 要怪就怪你那个妹妹 不该惹上那些人 爹 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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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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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给你车捡 甭找了 谢谢啊 大少奶奶 我 我是芷兰的同学 这是芷兰 让我交给东京的信 好 来 他们现在在哪儿 安全吗 他们住在城西郊外的一个小院子里 已经熬了好几晚了 大少奶奶 你一定要救救他们呀 还有 芷兰特地嘱咐我 一定要把这封信交给东青 他说 东青一定会救他的 你放心 我一定会救他们 谢谢你 好 那我先走了 大少奶奶 我看 你还是把这事跟大少爷商量商量吧 兴许大少爷有好办法呢 我不能再连累东青了 你还没看出家里的情形吗 大少奶奶 这事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这可是生死攸关哪 正是因为生死攸关 我才更不能告诉东青 我不能害了他呀 东青已经被停了手里的工作 我是他妻子 我既然帮不上他的忙 更不能连累他 那您打算怎么办呢 芷兰是我的亲妹妹 我不去 谁去 刘妈 你一定要替我保密 您路上小心啊 上来 芷兰 有人来了 是个女的 你找谁啊 我是芷兰的姐姐 芷兰 你姐来了 芷兰 你怎么来了 东青 是不是东青来救我了 东青 东青 东青呢 芷兰 东青呢 东青呢 这儿没有别人 只有我 她为什么没来 难道她没看到我给她的信 不对 她如果看到了信 她一定会来的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 没把信交给她 是不是你 没错 我没有把信交给她 我不能再看着东青出任何事 你明白吗 你嫉妒 嫉妒 我怎么会嫉妒你 你是我的亲妹妹 不管你心里有多不喜欢我 这都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这个时候 我必须要救你出去 不用你来救我 来 芷兰 你为什么还是执迷不悟呢 我虽然不懂什么叫革命 可是我明白一点 每个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 为什么 你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呢 搜 到那边去看看 那边有吗 爹 志愿快走 再不走就来不停 是你带他们来的 快走啊 是你出卖我们的对不对 是你告诉警察的对不对 我怎么可能出卖你呢 你罢不得他们把我抓走 我抓来 快拿走 不管怎么样 不要再说了 带她走啊 快点 带她走 走 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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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你准备来的 别动 你别动 你抽 还挺有个性的 还真是霍家少奶奶 你现在是在我的大牢里 还想摆霍家少奶奶的架子 你呀 你说说你 年纪轻轻的 不在家里搞你的刺绣 非要参加什么乱党 你瞧瞧 闯祸了吧 我想啊 有你在这儿 我和霍家的生意 就好谈了 明天 我们就去见大少爷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臣副官 好好地伺候大少奶奶 是 大少奶奶 您还有什么需要吗 你们必须必须保证无下的安全 大少爷 大少爷请放心 我们绝对不会跟一个女人过不去 我想你也得好好地考虑考虑我们贾总长的意思 我想大少奶奶的身价 绝对不会低于货市股份的百分之五十吧 这可是比划算的买卖 孰清孰重 不用我说 大少爷应该明白 陈副官 那什么时候可以放人 放人 那就要看大少爷了 好 我会考虑 不过如果无瑕 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绝不会善罢该救 还有这件事情 千万不能让我爹知道 为什么不让我知道 为什么不让我知道 爹 大哥 陈副官 请你回去转告贾总长 你们要杀要剥西平尊便 我货完财在江湖闯荡了几十年 从来没有被人要挟过 过去不会 今后也不会 爹 我看您还是跟大少爷好好的商量商量 这事不急 这么告辞吧 老爷 老爷 我的消息没错吧 我就说无瑕不老实 让您看着点 现在可好 事情弄得这么大 要是传出去我们货家大少奶奶是乱党 我们货家还不得说 你能不能给我闭嘴 大哥 我看现在应该先想想怎么对付贾巨妇 无瑕还在大牢里呢 是啊 二叔说得对 咱们应该商量商量怎么救无瑕 我告诉你们 无瑕的是谁也不中管 我不能为了一个欲无瑕 连我们货家的鸡也都不要了 听明白了吗 爹 怎么 你没听明白我说的话吗 东青 你是我们货家的未来啊 你不能为了一个女人 连家都不要了 男人是要做大事的 不 无瑕是我妻子 她嫁给我就是我的人 更何况无瑕曾对货家有恩 如果我连自己的妻子都救不了 那我用什么资格成为货家的未来 什么 你说什么 爹 这个家我可以不要 但是无瑕我绝不能付正 烦了你 大哥 你这是干什么呀 大哥 你别打了 大哥 半才 你要打就打我吧 你打死我吧 大嫂 你这是干什么 不 你别这样 你不答应 我就是不起来 好好好 我听你的 好 来 大嫂 爹 我都不是 你 你 我 是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老二 还乱着干什么 把他给我拉回屋里去 东青 爹 走走走走 走啊 爹 我不会放弃吴侠的 我一定要救他 一定会的 东青 你不能见识不救啊爹 走啊 东青 你不能见识不救 吴侠对货家有恩 我一定要救他 总长 头来了 贾总长 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啊 万红老弟 你知道我是个粗人 从来不会拐弯抹角 咱们今天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找你是有事让你帮忙 帮忙 对 这么多年 你在霍家过得并不如意 不过现在有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 难道你是说玉无侠 对 如果你能说服你大哥 让他让出一些股份给我 那我就保证 日后让你坐上总经理的位置 商会会长 这样你在霍家的地位可就不一样了 好 我可以答应你 不过我也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要保证无瑕的安全 一旦你达到目的 你必须立刻放人 没错 不过我 我一旦拿到股份 马上放育无瑕 不吃饭怎么行啊 人是体犯是刚啊 无瑕还被关在牢里 二叔 你叫我怎么吃得下去 你说的没错 当你婴儿死的时候 我也像你一样 茶饭不思 但到头来又有什么用呢 董卿 你要听二叔的话 在这个时候 一定要保重身体 你比二叔强 无瑕虽然在牢里 他们绝对不敢伤害他 不到最后关头 不要七年放弃 我们一定有办法 救无瑕出来的 二叔 你说我们有办法救无瑕 我现在就想见他 我就想看他一眼 我已经买通了牢头 那现在带我去吧 东青 东青 大哥把你捐起来 就是怕你做傻事 你能救他出来吗 现在只有我去 也有什么话告诉我 二叔 我希望 你转告无瑕 怎么办呢 我当时要Sí 我一定会想办法 把他救出来 放心吧 快点 别动太久 二叔 你怎么来了 我时间不多 是东青让我来的 你没事吧 东青 他好吗 他被大哥 关在屋里不准出来 大哥怕他会做傻事 爹做得对 请你让东青理智一点 他读了那么多年书 千万不要把事情扩大 现在只有救货家 才是最重要的 你真的一点都不害怕 这是我用发丝绣的 您告诉东青 见到此物 就如同见到我一样 没关机 he's the is 他玩了 这回仇车 工作LAV 我就觉得 相对 陈一把 那佛房仙兴 如果他不是嫁给我 如果他不是 我嫁大少奶奶 他们怎么会抓他呢 都是我害了他 我要去找爹 我要跟爹说清楚 董卿 你不要激动 你多少次都跟你爹闹翻了 结果不都是一样吗 这样做反而会害了乌侠 现在要救乌侠的话 有两步期要走 第一 你先稳住你爹 第二 是要找到芷兰他们 不过这两步期 你要先想清楚 这么做的话 你会失去很多 甚至是你的前途 二叔 我早就已经想清楚了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无暇能够平安回来 好 既然是这样 我先派人打探芷兰的消息 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好 至于如何稳住你爹 就靠你了 只有把你爹暂时调开 才有机会救乌侠 你明白吗 明白 不要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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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叔 怎么会是你啊 是东卿叫你来救我的吗 除了东卿 还有你大姐吴祥 你应该感谢的是她 对了 我会把你们送到天津 等避过风头 再接你们回来 各位同学 走吧 起来吧 起来吧 走吧 我们走 回家了 快走快走快走 走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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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儿不孝 辜负了您的一片苦心 这些日子我想了很多 您说得很对 虽然吴夏是我的法器 但是我不能为了他一个人 而毁了整个霍家 我辜负了您 也辜负了霍家 你真是这么想的 爹 既然您已经把这个家交给了我 那我要考虑的 就不应该只是吴夏一个人 除了他 还有霍家的列祖列宗 我不能眼看着霍家 会在我的手里 也不能让您在百年之后 无法向列祖列宗交代 不得到其他人 平后 不就已经没有 他的说法 他最后 一得 你怎么没有 十五岁 他就不就 这张屋 他就不就是 这部分 是最后 你试上 听我的老顾 好 您已经把这个家交给了我 那么 就要为了这个家而负责 也只有这样 才能让大家心服口服 我知道他们逼得很紧 我不能再让爹 为我承担这一切 所以 我已经考虑清楚 我想让您和娘 借着给祖先上香的机会 去通州闭一阵子 等我处理好一切 再把你们接回来 什么 您对我不放心 大哥 我看东清不像在说假话 既然这个家已经交给东清了 总不能在事事都让您出面 我看这倒是让东清 在北平树林威信的大好机会 再说 吴侠是东清的妻子 也该由他自己做个了断 可是 大哥 假居夫逼得这么紧 您如果不走的话 他们绝不会放过您 您和大嫂不如先避避风疼 如果你不放心的话 我可以留下来 好 就这么办吧 爹 娘 你们放心吧 我会把事情处理好的 大哥 放心吧 开车 东清 你真的要这么做 二叔 麻烦你帮我安排一切 你不能干吗 我根本没关系 你不能再做 我根本没关系 你不能再做 我根本没关系 你不是你 我根本没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